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小兰记忆中那么讨厌 夏小兰啪一下打在她手背上 夏红霞吃痛 顿时就松开手 你敢打我 夏小兰冷笑 哼 你是天王老子不成 我和夏家可没有关系了 你对我态度要是不客气 我理你是谁 夏红霞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原来在家的时候 夏小兰就掐尖要强 向来与夏红霞针锋相对 两个人经常斗得旗鼓相当 夏小兰不是软柿子 假模假样撞墙后 好像更无所顾忌 夏红霞一缩脖子 转念又想到 夏小兰可是有把柄呢 她上下打量夏小兰 你就牙尖嘴利吧 夏小兰 你现在的对象 小得你的过去不 对象 看来夏红霞瞧见陈庆了 把陈庆误以为是自己找的对象 夏小兰没有解释 她觉得夏家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让她解释 夏小兰也不害怕夏红霞乱说话 名声 她的名声已经够烂了 县意中又不是靠名声就能查班 夏小兰甚至不用天天在学校里上课 她才不担心别人如何看待她呢 县意中要的是成绩 要的是明年她能替学校增加一个本科毕业生 名声 名声又不影响高考分数 在一群以嫁人来评判 女人是否会过得好的村妇眼里 名声是很重要的 但跳出那个圈子睁眼看世界 名声对人生的成败根本无足轻重 既不会影响夏小兰赚钱 更不会让她考不成大学 她看待夏红霞的眼神里有轻蔑 和这样的村姑多说几句话 都是浪费她时间 我的事你还是不要操心了 听说你在张继小吃店打杂 张继 有点意思 我和夏家任何人都不想有牵连 你们但凡还要点脸皮 就不要来招惹我 不管夏紫玉将来是不是要带着夏家飞黄腾达 夏家的光我不会沾 如果要来骚扰我 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有些人就是二皮脸 夏小兰对夏家所有人都无好感 她不替园主狠狠报复回去 是现在没有腾出手 夏家人非要自己往她身上撞的话 夏小兰又不是圣母 总要狠狠收拾这些人 夏红霞的确是打杂的 但她怎么肯承认 张继小吃店是个体户经营 打杂工更没有一点儿体面 但夏红霞不愿意在老对头面前丢份 耿着脖子反驳 就是张家的店 你记录紫玉姐考上大学 有了好对象 连紫玉姐的旧家都能赚大钱 你却被赶出去 现在想重新找个对象 把紫玉姐比下去 果然是张家的店 要没有亲戚关系 谁家能招夏红霞这样懒散的人帮忙 夏红霞说 店是夏紫玉旧家的 夏小兰却想起 大伯娘张翠那朴素的装扮下 一双没啥剪子的手 张翠在县城照顾夏紫玉上学 这店 或许就是张翠和夏长征的 夏小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讯息 懒得在应付夏红霞这个脑残 记住我说的话 你别来惹我 暂时还能相安无事 夏小兰那双我见游脸的眼睛 竟也有胸光一闪而过 她是当过管理者的 不怒而微 夏红霞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姑娘 夏小兰严肃起来 也吓得够呛 你 你 夏红霞站在原地 拟了半天 眼睁睁看着夏小兰离开 过了好半场 她才回过神来 找回自己的脑子 她明明是要借机威胁夏小兰 让夏小兰帮助她打入医中的内部 既然夏小兰能在医中找到对象 她夏红霞为啥不行 夏红霞知道 自己不如夏小兰长得勾人 可她清清白白一个大闺女 也不比夏小兰差呀 夏红霞站在原地 死死咬住唇 夏小兰眼光可挑剔了 之前看上未来姐夫王建华 现在看上的人也不会比王建华差多少 长得是有点黑 男人皮肤好不好 有啥关系 五官是端正的 夏红霞努力回想 陈庆的样子 她一定要在那个男生面前戳穿夏小兰的真面目 对方是被夏小兰蒙蔽了 得知真相 肯定会感激自己 一来二去 她和那个男生不就有来往了吗 男生让夏小兰给骗了 自己趁机安慰她 想到两人感情飞快递进 夏红霞忍不住傻笑起来 夏小兰现在对便宜堂姐夏子玉倒是挺好奇了 在大河村这种地方 考上大学虽然罕见 却是能想象的事 如果张继是夏子玉她家开的店 事情就很值得人完美了 看那课流量 这样一家小吃店 抛去各种成本 一个月 咋说也要赚四五百块 甚至更多 夏子玉父母一个月就能赚到农村家庭一年才有的收入 一年几千块 夏子玉读大学哪里用得完 不过 这家人都太有心机 明明手里有钱 却要搜刮夏家其他人的家底 最傻的就是原主的父亲 真的把家底都掏出来贡献给别人 不分家 水不藏私啊 夏长征和夏红冰真的就只能出一百多块钱 张继就算不全是张继和夏长征的本钱 两个人也肯定是老板之一 小吃店这行的入门砍低 但真正要上手 短时间也无法办到 农村人出来搞小买卖 别管夏家还是张继娘家 都没有那么厚的本钱把店开成这样 必然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壮大的 那 最初是谁的主意呢 就算是夏小兰 重生之初 也没想要搞小吃店 直到她倒卖鸡蛋 最主要的买主就是安庆县农机厂和肉联厂的工人 夏小兰想经营小吃 也是打算从肉联厂弄点便宜的下水出来 肉联厂的评价肉不好搞 可每天要屠宰那么多猪牛羊 猪下水 羊杂 牛杂应该能买到 下水也是荤腥 好好收拾一番滋味不比肉差 这年头 家出的下水还没有后世那么受欢迎 价钱并不贵 被别人抢走这个点子 夏小兰最多有点遗憾 并不会太在意 反正她知道的赚钱门路那么多 再挑一个就行 可要是被夏紫玉家抢先了 夏小兰就不太舒服了 她又不是圣母 难道要恭喜夏紫玉全家生活富足 生意可能是从夏紫玉考上献衣中 张翠到现场陪读就开始了 夏小兰走到了经常去吃面的黄沈子摊位 叫了一碗面 不经意打听起张继的事 都是同行 她觉得黄沈或许知道点情况 古人一提起张继 黄沈就打开了画匣子 语气里全是羡慕 现在生意做大了 最早之前呢 也是在街上摆摊的 一个农村的女人独自经营个小摊 两三年时间 人家从街上摆摊的开起了大店面 还把娘家兄弟都拉扯出来赚钱 张继就是黄沈奋斗的目标 对于张继的情况 她如数家珍 夏小兰笑眯眯吃着面 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张继是张翠开的 不是夏紫玉舅舅家的生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